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南的气候 当然我们给他 也是按照他的生活习性 然后准备了 比如说他的空调房 天气热的时候 那我们会减少室外活动时间 那么每天早晨的 饲养员确实很辛苦 每天早晨一早呢 因为天气凉快嘛 就会出来给他起早 把这个水池 游泳池放满水 然后让他出来放放风 散散步 通过这一年的饲养 熊猫共同顺身 他的性情变化很大 这确实给我们是意外惊喜 公共和孙生 每个都增加了近30斤 这些体重的增加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 就是说它已经非常适应 这个地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